我让蔡会长先讲吧 她是经济学家 好的 好的 蔡长 感谢唐总 很多人认为美元和比特币是很类似的 但是真正我的看法是不一样 我觉得如果这个世界越乱的话 可能对比特币的价格越有支持点 举个例子 像之前俄乌战争的时候 当时他们也只接受比特币来去买他们的石油 你像用美元和其他货币他们不接受 那如果巴以战争的时候 它的这个程度在扩大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也会有这个中东的 这个更大规模的战争会出现 那美国在这个战争的时候 它有乌克兰俄罗斯的战争 还有这个巴以的这个战争 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会觉得全球的经济 传统的经济会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 甚至有机会出现金融危机 这个是我的一个办法 第二个是什么 在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 只有一个资产的能一支独秀 那就是虚拟资产 特别是比特币 我预计在巴以战争大爆发的时候 也就是比特币疯涨的时候 所以大家现在要做点事情 就是防御性的去保护好你的这个金融资产 和固定资产 从而如果你有多余现金的话 你去多持有一些比特币为主的虚拟资产 这是我的看法 OK 但其实我们就是从内心里面来讲 我们虽然很期待 就是比特币有一个比较好的价格上的一些变化 但是我们其实也不希望它是因为战争扩大化 因为战争其实让很多人失去家园 然后战争让很多人失去生命 甚至说失去更多更多的机会 我们反战 但是我们其实也需要去关注这些 整个全球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么唐总呢 唐总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也是比特币的长期的信仰者 所以我觉得也是它本身的设计 就是有抗通胀的成分 是一个通缩的架构 但是近年我们看到比特币跟美股 也有一些挂钩的一些趋势 对对对 有这么一个趋势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去杠杆太多 还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这是我的认为 但是我觉得这个全球 其实出现了区块链 比特币 甚至其他的稳定币 都是因为这个我们传统的美元的银行 Swift支付系统出现了很多问题 因为它变成一个政治工具来制裁 一些对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地区 就会甚至敌对国家 就变成一个政治性的制裁 报复金融的报复制裁 那么用区块链 区中心化 或者甚至数字人民币 这些数字港币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新的尝试 来绕开这个传统的 因为比如十年前 二十年前 你要汇款国际汇款 就全球就没有别的可能性 就是用这个全球的这个电信联盟 Swift系统来汇款 那么后来这个这个系统已经变成 越来越政治化了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这种俄罗斯 或者中国 或者现在咱们现在有数字人民币 数字港币的构思推广 都是要让这些中国走出去的 这些商家们有更加多的支付渠道 唐总您觉得说就是战争本身 它其实对香港的Web3的政策的影响 会有哪些方面您觉得 我觉得香港的Web3还是 就是我们香港还是一个大中华体系 这个我觉得尾巴的影响不会太大 反而台海如果有些什么事情 会影响非常巨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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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